大家好我是圣圣 欢迎来到我们月影传说流程的第五期 第四期的剧情大家还有印象吗 上一期呢我们主要是 让我们的主人公杨颖峰 在伤众之后 从这个无忧岛上获得了奇遇 学会了这个无忧教主 或者说前无忧教主 月重天的绝学 十股血刃 从而让他空空如影的内力 重新恢复 并且呢还比当年更加的强力 我们现在既然已经功力尽付 就回到了中原 希望能够报我们的血海深仇 也就是 所谓的义兄卓非凡 从这个码头之上 一路往这走呢 很快就能够接近 慧安镇 沿途之上 这个音乐非常非常的好听 已经是慧安镇的地界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这里啊 离子萱的家 就是那个清平乡 已经不远了 重回故地 别有一番感慨 先来到布店 这里呢 又上了一些新货 尤其是这个 非常重要的烈焰之靴 在烈火中 焚烧制成的靴子 顾名思义 有极强的耐寒性 穿上之后呢 有这个不降体力的特殊功效 有咱们穿上之后 我们的奔跑 跳跃都不费体力的 加这个400点的这个体力 而且 然后有一些新的披风 这个什么 冰灵披风 买了 然后这个 柳狐霞批 我们看到这个披风 也是加20的攻击 但是相比我们之前 所说的那个最强披风 前期能买到 只有前期才能买到的 狐月披风 这个防御只有6点 那个狐月披风 防御加30点 据说是某位武林高手 留下来的披风 穿上它之后变得很厉害 也就是两件新货了 还有这个帽子 咱们也没有 对吧 渲源罐 防御加20 命加100 买了 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些新品 直接穿上这些装备 这个烈焰靴 非常的关键 看下这个 这两个东西 攻武防石器 使七百 那这样的话 那个攻加五的比较好 这个其实加了四点敏捷 但我们现在身法124 对吧 防御30点 就还是穿那个狐月披风 另外就是 菱形之石 这个真儿姑娘 教给了我们一本秘籍 就这个无忧真经 我们现在学完之后 就能学会这个 推山倒海 给大家看一下什么样子 把大家这样 就像这个火墙一样 好 现在我们就可以前去 清平乡了 大家看 咱们现在真正成了 武林中人了 对吧 快速奔跑 没事 而且我们发现 每到 每接近一分 每离子萱的住处 越来越近 主人公 都会在这感慨一番 越来越近了 表达他这个思念之情 非常的强烈 但正在此时 我们听到一声大吼 一个叫吴子萱的 对吧 东西是我的 谁要不要插手 这帮人在吵什么 赶紧过去看看 万长河 想要拿走 先问过我的盘龙刀 同不同意 这里有一群人 在这不知道争夺 什么东西 对吧 尔天刚 你一个姑娘家 何必搅这趟浑水 不是交给我 我保证你安全离开 啰嗦什么 于清和 谁抢的是谁的 这个姑娘 我看到 也挺好看的 东西在我手上 就怕你们没有本事 拿走 还有一个老头子 莫天然 就凭你 一二三四五 对吧 这五个人 好像都想抢什么东西 我们看到一个弱女子 对吧 被五个人 同时围住 那当然是要出场了 所以我们杨颖峰 一直都是一个 这么正直 正牌的人物 这么热闹 让在下来插一脚 来了一个送死的 小兄弟 这里没有你的事 我劝你别多管闲事 我没有别的癖好 我就是喜欢多管闲事 对吧 说完这句话 他们就要来揍我了 刚刚咱们那个武功的等级 还提升了 大家看到没有 好 直接把他劈死之后 我们烈火青天升到六级 先别着急 姑娘 多谢公子 充足相助 只是我还有要事 在身就此别过 日后如果有缘相见 必当相谢 你我都是江湖这种人 江湖儿女 不必距离这些俗礼 不必多礼 后会有期 然后他立刻就离开了 江湖险恶 按理说呢 我们杨颖峰应该 对吧 我本该送他一程 这位姑娘好像 不想啊 让别人这个帮助 这样的话 咱们还是先去见子萱吧 先前已经进到了 一定的这个 帮忙的这个责任了 千日最难 连翅 刚才老头子在那死的 哎 防滑鞋 好的 然后我们下来之后 哎 这个时候再跟这个钓手 啊 这个钓鱼老 老子聊天 他就会啊 换一个说辞 公子啊 你可懂锤钓呀 这有什么不懂 对吧 坐在这个水边上 拿个钓杂扔一去 不就完事了吗 年轻人啊 凡事不要只看表面 哦 你的钓杆啊 为什么没有这个钓钩 发现它跟那个江子牙一样 对吧 没有钩 来时钓了啊 就是我来的时候呢 这个钓子给遗失了 劳烦公子啊 替我找这个陈于枫买一个如何呢 好吧 这样我们就帮这个老子一个忙 紫萱姑娘啊 反正早晚能见 对吧 但是现在路上有人啊 有这个很大的啊 这个需求 我们就帮他一下 而且看这个老人家 这个身体还挺健硕的 这边呢 就是之前那个 我们用那个吐龙刀啊 骗座吐龙刀的那个地方 然后从这个地方往左走 就是这个陈于枫了 正是小人 我就说呢 我需要一个鱼钩啊 这个想买一个 但这里的人呢 都非常好客 都很不错 小小的鱼钩啊 怎么坛上买的 公子需要拿去就行了 这个渔夫很有意思啊 自视甚高 我们如果跟他聊更多的天的话 他就会告诉我们一些啊 他自己的擅长 比如说在水中避气 然后他这个游泳技巧很高 他说我啊 我这个游泳技巧 跟那个水浒里面的英雄好汉 浪里白条也差不了多少了啊 所以我也是很强的 但是听听就算了 这样我们呢 就获得了他啊 赠给我们的一个鱼钩 现在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咱们这个烈火青天 达到六级 是一个分水岭 六七八九级的 这个烈火青天 就是非常好用的 我们比如说 可以把它跟我们的 这个清新咒 这个补血的换一换 现在我们的烈火青天 已经是啊 覆盖全屏的攻击了 而且伤害不俗 加上我们有大量的体力值 可以用来啊 这个打坐 恢复真气 对吧 所以就可以非常好的 用放风筝打法 但是呢 大家注意啊 阳影风啊 这个放技能的速度 非常的慢啊 所以说非常容易被打断啊 所以说平坎是最好用的 老者啊 长者 可是这个东西呢 有正是年轻人 我看你心地非常的善良 而且他很聪明 但是呢 这个心不定 就像那个摇曳的火烛一般 对吧 年轻人啊 万事不要强求 因为我们主人公啊 其实从小时候目睹的 那个他父亲啊 那个死亡的事情之后 一直啊 有一个很深的执念啊 那就是成为天下第一 珍惜世面拥有的 万事回头一场空 不要让心魔缠了身啊 不要为这个红尘啊 迷了眼 莫要浮云之望眼 是吧 多谢长旨教诲 我这里啊 正好有一本书 对我已经没什么用了 你拿去吧 不要推辞 看来这个老者啊 金钟秘笈 看来这个老者 我感觉也是不一般 这竟然是武林失传已久的 外门功夫啊 金钟罩 用来防身护体 需要强劲的内力 才可以修学 让我们直接啊 学会了金钟 但是这个 这个技能名字啊 金钟魔罩 很有意思 咱们其他技能 都给大家看过了 所以咱们直接就切换过来 哎 用了之后 身上就会多一个光球 护住咱们的这个 好像是这个要害部位啊 下体的要害部位 可以增加一下 咱们的防御能力啊 练得厉害了 可以刀枪不入 这样我们啊 就一路 前去寻找这个 清平香的子萱姑娘吧 我们是狼情有了 对吧 这个杨颖峰 一直在撕捏着他 不知道这个 惬意有没有 哎 这儿我们就来到了 这个啊 子萱的家中 但是却发现 子萱竟然不在家 咱们赶紧去问一下 他这个邻居吧 正好就问一下 他这个西邻居 这位姑娘 请问你家东边啊 那户人家主人去哪了 哎 就是婉儿姑娘 就是那个 小三子的表妹 你说的可是子萱姑娘 她搬走了 那姑娘可知她搬往何处呀 这个子萱姑娘 好人奇怪 几个月前 突然搬来了清平香 前后不过几天 随后就匆匆的搬走 这个信息啊 可以说是情千霹雳了 对吧 因为他对我们杨颖峰 交往过程中 一直都在说 他就是从小在这长大的 这里是他的故乡 但是这句话 是透露出的 子萱姑娘 原来啊 竟然 不是这儿的人 她只是几个月前 突然搬到这儿来的 当然不是 多谢 有时候他对我们主人公杨颖峰 是有谎言的 但是现在啊 杨颖峰倒是没有多想的吧 人海茫茫 哪里去找你呢 这里离藏剑山庄不远 既然暂时找不到子萱啊 咱们干脆 晚上去看看这个卓飞凡 现在是什么样了 如果能顺便报仇 那就最好了 等我们来到藏剑山庄的时候 天色已晚 小心点 不要被这个守卫发现 并这个势力很惊人嘛 对吧 很多的这些手下 正好这两个守卫都睡着了 不要吵醒他们 咱们直接一个操作 轻功飞进来 当年这个杨颖峰热恋的时候 也没有说啊 去问对吧 你一个女孩和你都是情投意合 你不可能在四处打听他的闺蜜啊 他说这些话 对吧 是不是真的是不是假的 那太小肚鸡肠了 但是不管如何吧 我们往这 哎 突然发现一件事情 子萱竟然就站在这个卓非凡面前 而他现在也是顾左右而言他 你怀疑我 当初不是你让我接近他的吗 原来当初接近杨颖峰的这个妙龄少女子萱 竟然是卓非凡安排的 话是不错 依然是有这个阴影光影之间的搭配 一半的脸是光明 一半的脸是黑暗 透露出这个人物的性格 不过我看你现在是弄假成真了吧 你不要胡说 我怎么会喜欢那个傻瓜 不要不承认啊 你听到那个小子坠牙身亡之后那个样子 谁都可以看得出来 幸好我下手的早 不然恐怕现在你早已背我而去了 是我害死了他 兔死忽悲 杨颖峰啊 在门外 那可是正儿八经的晴天大霹雳 比七十二重雷杰还厉害 直接给轰成渣了 怎么会这样啊 子萱啊 他竟然一直都在骗我 一切都是一个骗局 我们知道杨颖峰啊 这是下山之后 对吧 十八岁的他 第一次感觉到这种温暖的感觉 有人陪伴的感觉 他非常害怕孤独 因为之前 他就是从小时候八岁 一直长到十八岁 十年呢 这么大的小孩 在山间啊 在练武 现在正好非常应景 老天的也开始下雨了 就像嘲笑我一样 子萱啊子萱啊 为了你啊 我连性命都可以不要 对吧 我夜闯这个霹雳堂啊 替你拿那个救命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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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物 但是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呢 太狠心了 最心爱的人啊 竟然是从头至尾都在骗我的人 我活着还没有什么意义啊 这个时候他也忘了天安第一了 只是觉得啊 这个依靠没了 因为我们知道 他从这个无忧岛啊 一直想要回到这个中原 就是有 记得有一个人牵挂他 这个时候他终于发现啊 世界上只有真儿姑娘啊 是真心对我好的 永远都不会骗我 不像这个子萱一直在骗我 我还是回无忧岛吧 啊 这样我们 可以在这存个岛 男主人公很难过 回无忧岛 这样咱们就去码头 哎 又遇到了什么突发事件 杀手甲 青龙大哥少保主已经被我们抓住了 这个女的月梅二 他竟然就是少保主 青龙 你这个护法果然深藏不漏 竟然敢犯上 你以为飞龙堡一众弟子会放过你吗 我们知道啊 有一个人叫什么上官飞龙 是吧 这不是我在惠安镇外面啊 就是之前帮过一次那个姑娘吗 少保主 属下情非得已 武道德经的武功啊 精绝高深 连你也这样看重 我能够免俗吗 纳兰前辈不是也在找这个经书吗 而且据传不是已经落入了卓非凡之手吗 这个经书啊 到底有什么魔力啊 武林中人啊 都在想要他 你这个狼子野心的叛贼啊 只怪我月面十人不至 这个时候啊 杨颖峰听到他的名字啊 瞬间就联想到的 当年灵绝封顶 就是哭泣着逃开的那个不知下落的小女孩 这样咱们这个故事就对上了 就是当年主人公 他的父亲杨锡烈和月梅二的父亲上官飞龙在这啊 这个拼死啊 两个人都死掉了 然后为什么月梅二不姓上官呢 因为那对吧 月梅二嘛 然后他他母亲可能就是那个那个谁啊 就是被他被那个月崇天强行嫁给了那个纳兰前领的那个 就有一道绿光 少保主 你是自己把五道德经拿出来让大伙关模关模 还是要咱们自己动手呀 开始强迫了 因为他们人多势众了 这大家还有印象 就上一期咱们不是看到了吗 那个教主那个手术上也不是写了 他女儿就是很喜欢上官飞龙嘛 所以说两个人早就对吧 叫什么猪胎案劫还是什么那个词 如果五道德经到手 你们还会放过我吗 放心啊 你的方字我早就啊 看在眼里 叛党B 这个人不会用名号 连英文字母都出来了 只要少保主啊 属下自会请求青龙大哥将你赏赐给我 你这个吓了有东西 我看这个女的这个脸瞬间就变了 这个鼻孔也变大了 实在不景风情啊 这个时候我自然要去帮忙了 而且啊 我们杨颖峰 其实是一个很正的一个人物 一直对当年对吧 父亲啊 这个一直好战 搞得对方家破人云亡 这个 而且当时那个哭喊的小女孩 给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你们在这里啊 做这样的事情 岂不知举头三尺有声明啊 不怕脏天节吧 正好还骗在这个打雷 对吧 你什么人敢来管大爷的事 我只是无名小卒 全还懂得七天行道 替我杀了他啊 赶紧跑 不然会被他们围在中间 然后一直被他们打断 咱们什么弓都用不出来了 但是我 我如今已经是在悬崖之下 获得过神功的人了 而且不光如此 咱们会会隐身啊 我站得离他们远了 他们就看不见我 青龙啊 也在我们啊 这个一招之下 现在在对付你们这群攻击 弓箭手 哇 全屏清掌 烈火清天 这就是当年 为什么南方第一剑客 是杨系列的原因啊 就靠这一手杨家的家传功夫 无敌天下 地上一点银两 懒得要 一场恶战结束了 杨语峰来到了月梅儿身前 我们这功夫了得啊 这现在太厉害了 简直对吧 一下全屏人都被咱们这个 火的气景 在雨天都能照常 对他们赞人伤害 月梅儿多谢公子 为飞龙堡清理门户 请问尊姓大名啊 岁月如梭 十年不见 月姑娘果然不记得故人 是你啊 这个脸立刻又开始争鸣了 怎么了 冤家路窄 杨语峰 你不要以为啊 救了我这次 就可以化解夙愿 但是呢 我们刚想要辩解的时候 就发现月梅儿 这瞬间就晕倒了 因为他受伤不清啊 连续这个战斗了好多天了 面对这个叛乱 终于昏倒不醒了 这个地上的钱 我也无福消受了 算了 给你们吧 你醒了 你我家仇不共戴天 对吧 因为他的父亲 就是被杨熙烈干掉了 我不会感恩你的 杨语峰 你还是趁早杀了我 免得将来后悔莫及 我如果那样做了 将来他真的会后悔 你休在我面前 假惺惺的对吧 装作这个慷慨的样子 要不要去 会员镇买金上药的 买药 我不和你说了 你如今经历这么多变故 还是先休息吧 你走啊 不要在我面前出现 如果不是我的父亲 杨熙烈 他怎么会落到如此地步呢 这个事情我不能放下 不管 我们去帮他买贴药 而且这个事情 可不只是啊 月梅儿的父亲 因为杨熙烈而死 连月梅儿的母亲啊 也是因为这个杨熙烈而死 虽然说有点间接的 因为他不读了 这个上官飞龙死去之后呢 自己也是自杀了 叫什么来着月如遥 对吧 就是不知道跟上官飞龙 一起去参加战斗的 这个女的 是不是月如遥 就是一道大大的绿光 笼罩在了这个 这个纳兰前脸的头上 此时一日清晨时分 然后这里呢 我们先去一下这个客栈 官方攻略集里面说啊 这里有一个支线任务的 给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地图啊 去我们当年跟子萱姑娘 一起因为雨水而躲在的 同一个屋檐之下 就这个小三子 离我远点 我都快烦死了 怎么如此讲话 公子啊 过意不去 我确实有烦心事啊 不知道公子可以帮我吗 也就是说这个支线任务 咱们在这个时间就可以触发 先前我们刚从无忧岛 回来的时候 这个支线任务呢 是不能做的 大家要注意啊 这是一个时间点 在这个时候呢 正式开放 好吧 请说 我估计很多玩家 都没有玩过这支线任务 我相信是这样的 我昨天啊 和表妹因为一点小事 炒翻了 我们之前给大家 特意讲过那个细节 她的表妹就是 清平箱里面 左上角那个婉儿姑娘 就是子萱的那个邻居 想和她道歉 又怕她不理我 能不能啊 帮我把这封信给她呢 就住在清平箱 麻烦公子 让我们就得到了一个书信 小三子给她表妹的信 我们就不拆开看了 毕竟拆别人信件 这是犯法的 虽然我刚才点了一下右键 但是我知道系统 不会允许我这样干的 还是先去给月妹儿买药吧 没关系 然后呢 这个时候我来给大家 再说一个额外的细节 我们可以直接去药店 给她买药 但是大家记得啊 我们之前啊 子萱姑娘重伤之后 我们呢 是把子萱姑娘 送到了这个城中 最出名的一个医生 啊 那个王安医生啊 府上 他呢 给我们推荐了护神医 对吧 所以我们现在 可以给大家看一个细节啊 就如果我们来到 这个王安医生这儿的话 跟她聊天 有位姑娘说 内伤啊 你能不能救治呢 如果中了风寒 我还行 但是内伤的话不行 她就推荐我们去 西南处的这个药店看看啊 买个精创药 这是一个小细节吧 就是多了一些对话 其实这个游戏 很多这种东西 比如说我们现在 还可以去这个最先楼 听那个歌女唱歌 歌女唱歌那儿呢 随着游戏的进程变化 就那个歌女 他们周围的NPC们说话 跟我们说的这个对话 都是不一样的文案啊 随着游戏推进 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到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更多 关于他们唱歌的一些内容 都是关于 剑下青山二代白鸡满里面啊 那个南宫飞云 那个主人公啊 和耶若雪 他们之间的事情 让我们来到这儿 买一个药 需要千两银子 这罐来就行了 我有的是钱 有了金创药啊 这个月梅二伤 应该能好起来了 他说能不能让我去清冰箱啊 现在不让我去对吧 以后有的是机会 反正咱们手中有那封信了 咱们就先回这个月梅二的地方吧 他应该是在那个破旧的 这个废墟里面啊 这里说实话 我有点迷路啊 路上野花不要踩 踩个金葵花 小白花 哎呀 我是一个专一的男人啊 算了不踩了 走走走 路边的野花不要踩啊 来到这里之后发现 月梅二已经走了 啊 主人公感慨 既然如此啊 咱们还是回网友岛吧 他说我接了那封书信 这 这 这信咋办呢 这人家还急着给他这个 这个这个表妹 心爱的表妹送这封信呢 这系统不让咱过去这 行吧 以后看就看有情况吧 到时候这封信 估计都都过期了都 这样我们就 就就就去码头 回回网友岛吧 这给大家告诉这个 有这个任务就行了 然后我们顺便可以验证一下 这个时候接的话 未来能不能完成啊 挺有意思的 哎 劳驾 客观 网友岛已经到了 请上岸 小人先回去了 薄熙穿老大 这样我们就来到了网友岛 不知道 这个真儿姑娘如何了 好 我们存档出了点问题啊 我们重新又打了一下 重新录制 先把真气回满了 我们现在先把我们这个修炼的武功啊 稍微从这个补血 补血线多少级了 补血线也该升到三级了吧 足够用了 换成这个 推山倒海 就那个火墙 赶紧前去海边小屋 看真儿姑娘在不在 哎 他竟然在跳往海面 哎 我过去之后啊 赶紧高喊了声真儿 对吧 但是呢 后续却无言了 是你吗 你真的回来了 尹峰哥哥 你杀掉了卓非凡 那个奸贼了吗 没有 哎 这个时候啊 纳兰真也发现了 杨尹峰的脸色 非常难看 赶紧询问 我们就告诉他呀 真儿 我发现这个世界上 始终还是你对我最好 我不想对你再经历任何隐瞒 任何事情了 然后呢 我们就把当年啊 如何跟 不能说当年了 就是当时如何跟卓非凡 结拜为兄弟 然后呢 我们又如何认识到了 一位姑娘叫子萱 之后呢 我们啊 找到卓非凡 想要报仇的时候啊 竟然发现子萱啊 在欺骗我们 我们就把这个 跟子萱的感情啊 这些过往 全部都告诉了 纳兰真 纳兰真呢 非常的豁达 希望我们把过去的事情 都忘记啊 随风飘逝 这也是我们就说啊 当我这个 黄阔 无忌的时候 只想回到 这个忘忧岛 只想见到你 我和忘忧岛 也一直在等你的回来 这样 我们先去爹爹那儿 好 这样我们就先去见一下 这个 纳兰 前领前辈 诶 这样我们见过前辈 纳兰前领 看到我们回来 倒是也没什么 更多的表情 反而是问我们 对未来有什么筹划 有什么打算 他说啊 我被之人练习武功 所谓何来啊 不仅为了强身健体 更重要的是 要为国为民啊 做有益的事情啊 就帮助这个社会 前辈所言甚是 然后他就说到 卓非凡 表面上仗义书才 一波云天 但是呢 暗地里 做一些这个 非常坏的勾当 如此下去啊 将来啊 必定会为祸江湖的 而且当今武林 又为了一本 这个武道德经 闹得不可开交 一场浩劫即将开始 贤职 应该在这个时候啊 有一番作为才对 不应该是 这样这个仇畜啊 这个一筹莫展 怎么能因为一些挫折啊 就如此啊 不振呢 再劝勉我们 好好努力 对吧 你现在心绪不定啊 不如啊 先在岛上住一段时间 一来可以勤练武功 二来呢 平定一下心情 平定一下心绪 这样我们在这个岛上 不知不觉啊 住了好几个月 自从得到了这个月重天 上任无忧教教语 真传之后 我们杨颖峰的武功 已经炉火纯星了 今非昔比 可谓是赛翁失马 焉之非福呀 这样我们等级也提升了 升到三十一级应该是 然后我们就发现了 这二姑娘 今天来找我们 随我来 我们跟随纳兰针呢 来到了这个海边 就会发现 他告诉我们一个事情 就是最近呢 他观察到我们杨颖峰啊 日以啊 夜以继日的练剑 但是呢 有点过于急于求成了 怕是欲速则不达 我这个用重复了 嗯 我爹经常说 剑道理无穷 此心亦无极 如果能够新剑合一的话 啊 才更好 一多加这个用心揣摩剑意 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到这个 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啊 我们内心如果不能平静的话 啊 这绝对是一个坏事 这个时候呢 纳兰潜里也来到了这里 他告诉我们啊 最近呢 他一直在留意着我们的进展 他说 你的武功大进 但是呢 心中啊 有一些这个思绪 不能平静 所以说难以大成 如果想再有进展的话 必须要解开心结才行 请指点 这个时候他告诉我们有一个办法 他说但是这个办法 一不小心的话 恐怕有性命之忧非常危险 纳兰针啊 自然是更关心我们杨颖峰的安危 赶紧劝我们那就算了吧 但是杨颖峰啊 希望啊 能够通过这种考验 希望成全 他让我们前去这个禁地 哎 在这个时候我们又有一个支线任务 啊 也是现实的 在我们啊 得知要前去这个 无忧教禁地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在这接到一个任务 与这个湖边的这个人对话 这位公子 可否帮大家一个忙呀 如果在这个事件之前的话 跟他就不会触发这个任务 只能在这个前去心魔阵之前啊 就在这个时候来就行了 他就会告诉我们有一个难题 他说呢 他的师傅临走时啊 给他留了一个对联 对不出来 上联的是一群鱿鱼 如波趣 哎 让我想想 再跟他对话 啊 我们就是队妹队叔 但是他会给我们提示 他说 你应该用上这里的蝴蝶 然后这个时候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游戏更深层的一些细节 比如说 我们之前反复给大家提到过 哎 对吧 我们杨颖峰的这个动作 大家注意啊 这是在我们游戏 对吧 把速度调到最快的时候的 这个施法动作 然后我们调到最慢 发现我们这个招式啊 施展的这个前摇和最快的时候 是没有变化的 也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在最高难度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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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难度下 我们调到最快 发现难度更大 因为我们这个招式啊 施展的还是那么的慢 所以说 咱们如果遇到一些 有一定难度的战斗 我们把速度啊 调到正常速度啊 调到正常游戏速度 这样咱们的法术更容易释放 不容易被对方打断 同时还有一个 但我们想要回复蒸汐 大家看 我们现在是最慢的 这个时候 大家看啊 这个体力掉的很快 对吧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速度调到最快的话 我们再来去打坐回复蒸汐 啊 就能很快就回完 但是这个 体力掉的这个百分比 还是一样的速度 啊 就是 就是 但是这个蒸汐回的很快 所以说大家注意啊 然后我们现在既然接到了这个任务 咱们就先把速度调慢 哎 调到正常的速度 我们要去找一只蝴蝶 跟根据先前那个树生的提示啊 蝴蝶在哪呢 大概在这个位置找就行了 它会在这来回飞 哎 这只蝴蝶 我们离它比较近的时候 它就会在这停住啊 鼠标点它 哎 有了 看到这只蝴蝶 我们瞬间文采飞扬 对吧 哎 那个树生的下链 我已经有办法了 如果大家不好找的话 就在这等就行了 这个蝴蝶早晚会飞到 哎 大家看对吧 它会飞到这几个跳舞的人这儿 但是我知道它的位置 这样我们就回来找这个书生 哎 兄台 我已经得了一句下链 你的上链是 一群鱿鱼 逐波去 下链呢 就是 两羽 彩蝶 扑面来 这是肯定的 这是对联的最基本的 对吧 一群两羽 所以说这个蝴蝶 偏偏肯肯定是错的 太好了 文武全才啊 佩服佩服 他就会说啊 我终于遇到一个知己 对吧 我这儿呢 一本师父留给的我的书 我也看不懂 既然你如此之高的才学 你有 我就送给你吧 我们互相推脱一番 获得了一本啊 秘籍 醉花分身绝 分身术的变种 江湖中的诗传已久 创始人源自门派 君不祥 哎 就能学会错古分身 大概是这个样子 按F 进入坦克 发出了一个 打出了一个 这个练武的一个人影 很帅气 然后我们打出来的时候 我们发现 我们在这个剑呢 也会出窍啊 然后我们现在 就可以 潜去这个禁地了 再上存个档 跟纳兰前领前辈聊一下 这里进去就是我们的心魔阵 也是用来帮助我们 杀掉自己的心魔 让自己的心绪重归平静的 此阵的凶险无比啊 百年来能闯过这寥寥无几 不过心魔阵啊 这个不过 就是不过 不闯这个心魔阵行不行呢 万物在心 魔由心出 心生所致万事可成 虽然说这个阵非常的凶险 但是呢 却能够历练心智 这样杨颖峰呢 就是坚持要闯 闯阵之前的纳兰前脸啊 还送给了我们一本秘籍 就是之前这个 真儿姑娘会的那个 逆转心经 就打出一个气墙 那个内功啊 一定要小心 好的 这样我们就进入了心魔阵之中 哎 我们看一下这个逆转心 咱们已经有了 对吧 然后我们现在修炼的是这个 咱们1234567891011 咱们已经会11个武功了 这里就是心魔阵之中 哎 这不是剑气风吗 对吧 我怎么会来到这了 然后在剑气风上 我们看到了卓飞凡 还叫我们贤弟 还有一帮手下 不必在我面前啊 伪装了 咱们刀剑下剑真章吧 这是何故 你还敢这个对吧 狡辩 这个时候 咱们如果是最高难度的话 我们就会被这群人瞬间围住啊 然后你的技能放不出来就死 啊 不是最高难度 就是最高速度的 哎 推山填海的等级提升了 就是那个火墙之术 想要回复咱们的真气的时候 就调到最快的速度 打架的时候就调到这个这个速度 哎 又提升了 这边的这个敌人的经验值会挺多的 他们甚至这个 明明是心魔啊 但是非常的逼真 所以咱们现在阳影风都没看出来啊 仍然掉落了很多 这个金钱什么的 也不知道能不能花 也就是明币 对吧 离着咱们很近的话 包括这个关键是这样的 这个武功啊 就是敌人在咱们这个范围之外 也会被咱们揍到 在咱们地图之外 也会被我们揍到 这是一个关键 哎 直接把他砍死 我们也升级了 推山天海也升级了 嗯 哎 打完之后我们发现人呢 东都不见了 这个时候在这个心魔阵之外 纳兰真非常的担心 这心魔怎么回事 所谓心魔啊 都是由心结幻化 如果负重过多 就会被困在啊 这个心魔里面 一直困到死 怎么才能解开呢 除非他能够克服富人之人 放开儿女情长 放下所有牵挂 就变成这种啊 类似于无情无性之人 那不是很危险 你要帮忙他 一切全面他自己了 其实纳兰潜礼 有点像要历练我们的意思啊 这样咱们就已经达到了33级 啊 这个武功 推山天海也升到了4级 这样我们就进入下一个房间 哎 一进来之后 发现来到了芭蕉小柱 很奇特 而且还下着小雨 发现了紫萱姑娘 杨大哥啊 快快救我 怎么了 一点金又来了 夺命一点金 让咱们直接把他给推死 然后这个34级了 又升了一级了 有没有漏网之鱼 这个阿镖 一百两银子 掉的钱变多了 然后我们啊 利用这个 调到最快 大家看我们这蒸汽快速的补充啊 如果咱们啊 是把这个地方调到最慢的话 他补的非常的慢 蒸汽都见底了就会 反正咱们现在有烈火靴 所以说我们的体力啊 不会丧失的 除了咱们打坐之外 大家注意啊 除了咱们打坐 平砍之外 都不会这个丢失 所以这你这跑过去 也不会说没有 没有体力啊 这些小兵 咱们一直砍就行了 然后我们又升级了 35级了 非常的快 这地方经验值很高的 然后咱们这个推上天 还也到了5级 啊 6级 全推死 紫萱啊 你为什么要陷我 对不起 我也是啊 不得已 这里我们可以选择 杀不杀他 但是我们要这样啊 明显呢 我们现在杨野风啊 是没有认 没有认出 这是这个心魔之震 所以咱们选不杀 哎 我看整个地方都红了 我堂堂七尺男儿 对吧 顶天立地 气量怎么能够如此狭窄 他虽然对我不仁 但是我却不能对他不义 你听好了啊 过去的恩怨一笔勾销 你我此后呢 两不相干 我再也不认识你了 你走吧 不想再见到你 我们之前的种种啊 都算是过眼云烟了 我也不会再计较 紫萱呢 消失了 这是真正的这个大男子汉啊 就有点那种乔峰那种感觉了 当然乔峰更加的一个 一个 一个豪杰一些 这样我们还是最慢的速度 来到这儿 哎 忘忧倒 哎 咱们回来了 难道我已经闯关成功了 对吧 太好了 哎 果然见到纳兰前里 风儿 恭喜你闯过了心魔阵 多谢前辈 你是无忧教的传人 李英啊 以发扬光大 无忧教为己任 如果你留下来 对吧 我就能够把这个无忧教的位置 传给你好好考虑 我就让你当教主 其实我们就看到纳兰前里 有点像把我们培养成 他的一个传人那种意思 前辈的美意啊 我心领了 但是呢 我心愿未了的 我还没有向周飞凡报仇呢 江湖中能人被出 风波险恶 你以为啊 这次重出江湖 就可以扬名立万了 可是你不是说过对吧 男人身在江湖 应该有犯作为吗 比一时此一时 嘿嘿啊 你反正是走不了的 我劝你早日断念 这个时候我们突然明白 一看他那个黑黑黑 那个样子对吧 就不像纳兰前里 那个样的 我明白了 你又是我的一个心结 什么心结呢 就是之前咱们不是 通过那个师傅 那个心结吗 对吧 之前我们不是 答应师傅要报仇吗 结果我们就发现了 原来这个纳兰前里 咱们如果离他很近的话 他这个武功是非常变态的 哎 这样就行了 卡到这个位置 这样这个纳兰前里 就就打不到我了 但是我们就会发现 咱们这个武功呢 也打不到他 哎 但是没关系 打个比方 我们这个武功就能揍到他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速度 调到最快 他就会一直在下面鬼畜 如果我们上学要砍他的话 他 他那个技能 咱们近战攻击啊 不是会吃到他那个 全部的光球攻击吗 就是一下啊 我们就会没血了 就直接空 空 空血 直接空掉 他会回血的 大家注意啊 他血量已经开始回了 所以我们就是 啊 就这样 然后再在原地 再烧他就行 要瞄好呀 我们先调慢 不然他走得太快 瞄不中他 再咱me hostile 得 optimal 败 我们 就 不是 丢 丣子 , 没有 丣子 配 有耐心就行了 所以我们之前呢 特意把我们这个补血的技能 从三级之后就停下了对吧 就换成了这个 换成了炼这个火墙 这样等级稍微高一点 打他不至于说是 还不如他回血快 他有时候会回血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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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会雷电术就好了 这个火墙 因为他是群体攻击 所以他这个耗膜挺高的 按理说我们规划的这个药材和体力 应该是这么好好 不掉血了呢 好 把这个纳兰前领干掉之后 这个新魔杀掉之后 突然发现真儿 怎么是你啊 不要过来 尹峰哥哥 我好担心你再次陷入绝境啊 不要走 不必为我担心啊 对吧 男子和大丈夫若有所作为 怎么能够缩头缩尾呢 难道你不能为我留下来吗 等我化解了这场武林劫难就回来 哼 杨尹峰 你在江湖中啊 一招成命后 还会回到这个小岛吗 不要再自欺欺人了 相信我 除非你杀了我 否则你休想离开 旺游岛半步 不会杀的 大丈夫在世 有所为 有所不为 我宁可出不了这个新魔阵 也不会对真儿下手 咦 我不理你了 真儿啊 拿来的前辈 我终于过了新魔阵 这里怎么会有宝箱呢 看是什么 反正 然后咱们看一下 我们这个武功也升到了七级 这样再把这个火墙换回去 咱们未来还会用这个火墙呢 要注意 这个武功会 方便我们打很多的江湖游高手 哎 打开这个宝箱之后 发现了一柄啊 很奇特的兵刃 哎 记得父亲曾经提过 武林中啊 有几件可遇不可求的奇异兵器 只有与物有缘之人啊 才可能得到 这件呢 就像其中的悲魔之刃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呢 莫非是无忧教的东西啊 据说这把武器啊 带着很重的邪气 要不要还给纳兰前辈呢 我们选择自个留下 好的兵刃啊 就像两码一样难求 他与我有缘 留下吧 这样我们就 有了这一把武器 悲魔之刃 攻击加150 当然会降低我们500点的生命 无忧教的镇教之宝 其锋利无刃可及 健身呈血红色 毒性无比 伤人伤己 久使用之啊 将疫情改性 变得冷漠无情 这些装备上 咱们的生命值呢 就降低了 变成了这个960啊 但是攻击力 这是非常高的一把武器 这把倩呢 应该是游戏中 综合属性排名前五名的 前三名的剑 这样我们就可以离开这个地方 37级了也 这里还有1900两银子 你出来了 我很担心你会出事 为什么咱们要保留这把剑呢 因为啊 虽然咱们过了心魔之阵 但是别忘了 我们主人公能够在世为人 不能说在世为人 重新回归这个内力 多亏了月重天 对吧 我们主人公对这个纳兰前脸 所谓的这个前辈 还是一直有一些疑惑的 对吧 因为不能光平他一念之词 咱们就相信他 但是因为这个真二姑娘 在中间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们只能暂时 把这个疑惑放在心头 如果把这个神兵力气 直接交给纳兰前脸 万一未来 我们要跟他逼人相向 那不是有问题吗 对吧 我没事 就觉得有些疲倦 心魔阵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没什么 只是一些无法释怀的心结 恭喜你闯过了心魔阵 前辈多谢你的关心 我在心魔内受益匪浅 能过心魔实属不易 送他去歇息吧 咱们就说 我要即刻返回中原 也好 一路小心 诶 纳兰真的提出 与我们一起去 江湖风波险恶 你一个姑娘家 对吧 我们看纳兰前里 对他女儿非常的关心 我从小呢 都没有离开过网友岛 再说的 有他保护我 对吧 有哥哥陪我 没事 好吧 你们好自为之 江湖险恶 要一路小心 知道了 放心 我会照顾好他的 脱胎 换骨的杨颖峰 回到了中原 做了几件轰动武林的大事 建立了一个山庄 山庄命名为悲魔山庄 在江湖上的地位 日渐崛起 与藏剑山庄 还有飞龙堡 显然已经成为了 这个三足鼎立之士 至于我们主人公 未来 咱们现在已经不是当年的种 这个独自闯荡江湖的人了 现在已经是作用一个 江湖上新的崛起势力的 这么一个掌门人的身份 咱们未来又会在江湖上 掀起一番什么样的风雨呢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的观看 感谢大家